各位夥伴大家好 現在是4月4號 清明的年假 阿元有些進度沒有調整很好 跟大家說抱歉 現在用錄影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參考 來這邊 我們是今天要講解第三章的地方 我們禮拜二 現在是禮拜四 我們禮拜二的時候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椅子形狀 環季完延伸椅子形狀 那當時我也跳出去講說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它跟葡萄糖的形狀 有相關 好來 再來這裡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囉 禮拜二的時候也提到說 怎麼畫這條線呢 先畫一個方向平行的兩條 再加藍色兩條 再加紅色兩條 其實我自己不會這樣子畫 我自己先畫平行之後呢 就直接畫這個紅色 這邊就畫藍色紅色 當然這個是課本 它是希望講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就尊重作者 我們尊重作者 好來 那接下來要講的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 Rim Flipping in Cyclohexane 環季完中的翻轉環 環翻轉 這個OK 這個很難解釋 沒關係我們知道意思就好 也就是說 因為環季完中圍繞著探探單鍵的它旋轉 是有受到限制的 有限的 There is limit Limited rotation 旋轉是有限制的 好 那允許翻轉的這個地方呢 將會把 軸向鍵轉為赤道鍵 那這個字要不要背 我覺得都還好 並將所有赤道鍵轉為軸向鍵 好我先看圖來解釋 第一個 來這邊 軸向鍵 我忘記中文叫翻譯什麼 但是自動翻譯翻譯成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Ax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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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Axial 是形容詞 Axial Bounce 也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是屬於垂直的 要嘛就向上 對不起不是垂直 要嘛就向上 像這個藍色的 要嘛就向下 這個地方叫做垂直走 或者像它翻譯成 軸向鍵 OK 另外一個詞 另外一個詞叫做 Equatorial Equatorial 那個 我們是講做那個 那個 赤道 赤道 劍 赤道劍 赤道劍的話 它會轉向成 橫向劍 它會兩個互換 簡單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任何一個 碳原子上面都會有兩個氫 一個氫向上 一個氫向接近水平 它不是很 百分之百水平 但是我們會講說它從水平伸出去 好 像123456 有六個碳之後呢 這時候它會進行翻滾 翻滾完了以後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呢 就會知道說它原來的紅色 在左圖的紅色是水平鍵 或者我們講赤道鍵 這時候到這邊來變成上下的軸向鍵 變成軸向鍵 好 那相對起來軸向鍵再翻回去 翻回來翻回去 就是兩個方向會翻 兩個方向會翻 好 那你跟我講這要幹嘛 這東西在有機化學裡面 對化學系的學生很重要 因為他們要知道這個 那對我們食品營養領域的人呢 知道事情不需要到那麼多 我們知道少一點就好 我們知道的是 這個東西未來會連動到 葡萄糖的結構 葡萄糖的結構 好 那這個東西未來以後再說 而且其實在沒幾週就會聊到 來 好 這邊的話就是說 那個環機營翻轉時候的那個圖形 在左手邊 翻完以後呢 在右手邊 它的赤道走會變水平走 水平走變赤道走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容易見 到後面去的話 我再跟大家解釋 好 那翻船歷經的扭船結構向 具有高能量的構向 我們講結構 或以半椅子或船的過渡狀態 那這個狀態之下 兩個椅 它有相同的能量 並以能量低的準備 做一個主導地位 它比例上呢 100個椅子構向當中 扭轉船分向的呢 不到過一個 這個不用備 知道說它不穩定 所以數量很少 所以比較 形式比較安定的 還是椅子的形狀 A1或A2這一型 中間它會扭來扭去的 是存在的 但它的那個存在比例低很多 低很多 這個圖不用背 看過去有概念就好 那這些能量怎麼計算 這個 看它從哪裡 這個我也不曉得怎麼計算 因為這個是那個理論化學的 這個 這個 我沒有懂那麼多 好 再來 再一個很好玩 Conformations of Monosubstituted Cyclohexanes 也就是說它Cyclohexanes上面呢 它會有一個Mono 單一的被取代的結構 也就是它上面很多東西被取代之後會長什麼樣子呢 好來我們直接看中文 環積完兩個椅子形式的結構呢 具有相同的能量 其中一個H被換為甲基之後 相對於H它是小小的一顆 換成甲基之後它變成很大一顆 變成很大一顆 那這時候呢 大集團中一個處在刺刀位置 另外一個處在椅子宮構向的話 兩個不是同一個能量 因此呢 它會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現象 我們看這個來看 也就是說 如果它是環積完 其中有一個氫跑出去的 被一個甲基取代 我們叫甲基環積完 甲基環 好 那根據 根據研究 在這種 它身在水平狀態的時候呢 占95% 然後呢 在室溫之下呢 只有5%的時候 它是往上翹起來的 往上翹起來的 好 那你們看到這邊有三個半圓形 半圓的弧線 這是表示說 我翹起來過程中跟你很接近 我們又開始有點像 會位置空間比較狹窄 擠在那邊 假設是一個 一間小小的房間 一間小小的20人的教室 就是擠近了30個人 哇 那就是很擠 它立起來的時候就會很擠 因此呢 這是一個圖像圖 它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這個存在只有5% 只有5% 好 那這東西我就不解釋了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到後面去 最重要的是幫我們這邊鋪路 幫我們的葡萄糖跟果糖鋪路 那這邊我就先提到這邊 兩個類似的概念 非常類似的概念 好,來 這邊好 自然界中 那個赤道群 優於軸心群的偏好 我這個翻譯得有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啦 那沒關係 也就是說 在自然界當中 這種環狀物的 它比較喜歡把很大顆的東西 放在水瓶上 另外一邊放在赤道上 放在赤道上 放在水瓶就赤道上 它比較不會放在軸心上 走心上 那其實如果你們夠聰明的話 你們其實會想哪個問題 萬一它翻過來翻過去的時候 一個是 假設 假設 假設這邊有一個藍色的是甲肌 一個紅色是甲肌 那在左圖狀態的時候 藍色的甲肌是立起來的 比較不安定 但是在左圖的 紅色的 這個加了一個甲肌之後 它是相對比較安定 一翻滾的時候 紅變藍藍變紅 但是都是一個甲肌在上 一個甲肌在旁 會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會 那我就把它當作是相懂的情況 我把它當成情況 好來 那六圓環最常見的是 由於赤道走 傾向大集團的穩定性 或者大部分大集團的赤道走那些呢 會更常見 例如幾個單元的那個環 那個環狀的單膛類 在赤道走有極大的集團 其中最常見的 有大集團的葡萄糖 它透過結合成一個叫纖維素的東西 它是木材主要成分 那澱粉也是一種碳水化合物 也是葡萄糖聚成的 它有一個橫向的連接軸 這種連接軸從軸向到那個 從赤道到軸向的話 它會把它變成纖維素 那這邊的話到後面 到後面章節我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提早幫大家做這一塊 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它是OH 它會比較主張 跑在平面上 跑在平面上 好來 那現在呢 如果是Starch Starch叫澱粉 這個字要被 Starch是這個 這個是Cellulose Cellulose 它就是那個 它是Beta結構的 它是Beta結構的 那Cellulose 它一般我們人類不能消化 這是那個 Alpha結構的 它就可以處理 它就人類可以消化 好那Cellulose只有那種 聽說白蚁 白蚁它肚子裡面有微生物會消化 纖維素 然後牛羊馬吃草的呢 它肚子有其他微生物 會養這些 微生物來吃這些Cellulose 好 它的結構就有這些細節不一樣 那到時候我們到第五章的時候 來跟大家講 到第五章的時候 下個單元我會提到 一點點第五章的東西 大家就會看得到這一個 到第五章的時候呢 碳水化合物 就會看到很多 那這個碳水化合物是你們一定要背的 你把有機忘掉都沒關係 但碳水化合物一定要背 我們看第三單元 五之三 單糖的環狀結構 好像這個 這些環狀結構會形成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 葡萄糖類的類似的結構 類似的結構 所以這些東西沒有話說 你們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有一定的難度 我不會跟你講很簡單 會有一定的難度 然後呢 這邊朝下 朝下是α 這個OH朝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β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好 回到這裡 回到第三章 OK 好來 到這裡 好 另外一個呢 那個 籌環系統 我也不曉得翻譯對不對 那個 Fuserine 就是它會有很多環會黏在一起 那個Fuserine system also exists in nature 自然界中還是有很多這類的東西 大部分是五元環或六元環 例如說 類固存基數的資本架構是六更正三個六元環 那個六元環的圓 這個我不太確定哪裡來的 我們以前的那個學道是成員 一個家庭的成員 一個公司有多少成員的那個圓 六元環就是一個 一個環裡面有六個成員 六個成員的圓 那像ABC 跟一個五元環組成 像這個 像這個 這樣擋固存的結構 基本結構就是 6665 這擋固存在人類很常見 很常見 好再來 它把它接在一起 然後圖13一樣 CC之間有兩個 的那個 它念籌合鍵 我先用它的 就是橋 橋的兩端是它的那個 這個東西 好另外一個呢 那個 類固存基礎 有反式融合的環 BCD 就像這個 BCD 那其中接過去的時候 還有一個A 跟它方向不一樣 這是類固存的東西 類固存我印象中 可以不用背 但是固存類 尤其是膽固存 要背 以後再來說 以後再來說 好這些都是因為它連接處 它有探探的那個 單件 平接起來的時候呢 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所以到後面我再來講 這邊知道說它 回到我們這邊 這邊是立體結構 第三張立體結構 立體結構呢 全部都是單件 會有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玩法 好OK 來這個單元 我們講完了 我們先暫停 準備下一個錄影 我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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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看